國民黨的這個跑票 二零二二才剛選贏 就那麼多人跑票 不是應該這個留在黨內嗎 形勢大好啊 民進黨策反 也不一定說算是成功 這個說實在話 這一次就是主要是國民黨跑票 那為什麼國民黨跑票 我跟國民黨的黨紀是個屁啊 對不對 我講難聽一點 你今天說民進黨的話 你敢隨便跑票嗎 除非你真的跟民進黨 決定退出民進黨 我說跟你講 從這邊看得出來 為什麼跑票大部分都是國民黨 你的黨紀沒有辦法 我們講難聽 你在新竹市長選舉的時候 就很清楚了嘛 你許修睿跟那個余邦彥 在選前公然倒戈 去挺人家民眾黨的那個高翁安 對不對 那你現在還是一樣 議長副議長 依然就是他們兩個 所以就跟你講 國民黨的黨紀是個屁嘛 對不對 人家哪會甩你這個 那我不過說實在話 為什麼這次議長 會這麼多人在搶 非得要搶到議長寶座不可以 其實我跟你講 議長搶手的原因 就告訴你說 今天不管不擇手段 什麼方式就要當到議長 議長權力真的太大了 你不要以為說議長坐在那 就主持會議而已 不是這樣喔 我今天只要能夠選上議員 像那個整個區議員 大概幾千票 甚至有那個 那那個一兩千票 就當選的那種 你管他幾票 我進去議會裡面 我就開始呼風喚雨 對不對 我財力抽 我本錢抽 對不對 以前就傳出來說 一票綁票有沒有 一票五千萬 對不對 一票五千萬喔 對啊 以前三五百萬都是常聽到的啦 哇 那如果真的選上了 要怎麼賺回來啊 你知道我怎麼賺回來 一個那個土地改革 一個變更案 或者是什麼 什麼什麼 開發案 就幾百億幾千億耶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 以前我在跑新聞 地方上跑新聞的時候 那時候議長選舉 大家都拼命綁票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發現 以前在議長選舉前 大概一個禮拜 你就開始找不到議員 為什麼 集體出遊 集體出衷 對不對 集體失蹤 四天三夜自強活動 對不對 時間到的時候 他就直接把這些議員有沒有 用遊覽車載回議場 進去投票 對不對 以前我們那時候 誇張到什麼地步 有議員在投票的時候 他酒還沒刺耶 綁四數你知道嗎 投票的酒都還沒刺 因為他去喝了四天 對不對 你說要刑越南 那為什麼在被綁進去之後 再去投票 我在跟你講 他進去的時候還在醉 而且那時候還要量票 因為後來有李全教條款嘛 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記名投票 那以前還沒有這個的時候 不記得 你要你拿我錢 醉了不能投錯 那還得了 拿人家拿錢辦事 當人不能追到那種地步 你節酒一管 你也要管四天 你至少能夠很清醒的 知道這一票要帶 還不能蓋廢票 對不對 不然你真的 剛才像鄭泰奇那有沒有 你如果蓋廢票 我知道 可能就帶出去後面 對不對 不是議長辦公室 對不對 這麼恐怖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那個時候 很明顯嘛 那個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 量票發燒多少 我要表示說 我這一票確實是投給你 他有時候拿著還 他還故意在那邊吹吹 還知道媒體鏡頭在哪裡 還對著鏡頭吹吹這樣 他怕被廢票 因為擔擔嘛對不對 他假裝把他吹乾這樣子 還有人要投票之前 其實是亮票 對 有的人在投票之前 還走到那邊 還故意跌倒 把票丟到地上 啊 抱歉大家投了對不對 就是為了讓你看一下說 我真的有投給你啊 我們剛才看到電視牆上面的 基隆的議員啦 高雄的議長 台南市的議長 包括花蓮有沒有 花蓮的那個議長 他選完馬上推出國民黨 對 對不對 他就是告訴你說 你如果要接下來選總統 對不對 反正我下一次選縣市長 是四年以後 兩年以後要選總統對不對 來來來來 高化把他喊 對不對 你到底要跟我妥協什麼東西 否則你以後你 你即使說你的縣市長 是國民黨的對不對 那以後你要推的法案 推的什麼東西的話 不讓你過嘛 最近有人在講說 那個高黃安有沒有 他如果沒有跟議會搞 搞好關係的話 你說什麼事情你都不用做啊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郭董 他送給他的花籃有沒有 他就寫得很清楚 興利除弊嶄新貿 這個我講過嘛 興利有那麼容易嗎 你跟議會搞不定的話 你要興利的話 我看你四年都興不了什麼利 對 我只要問一句話 這個選舉 這個台南是這個事情的話 對民進黨傷害有多大 賴清德是不是現在 接下來是雄統 立於一定一尊 是啊 賴清德出身哪裡 應該是啦 對不對 台南啊 對啊 台南 你台南母做這樣的時候 我說真的 你民進黨 阿伯 那選舉的時候 人家說你賴清德 你台南你就叫你母這樣 對不對 雖然不是你母的啦 但是你接下來 你有製造處理嗎 你如果處理不適合 你台南你的家鄉 你就沒辦法處理了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說 民進黨敗選九合一輸了之後 大張旗鼓說要檢討 可是現在你看嘛 除了蔡英文辭掉黨主席之外 你覺得有什麼具體的改變嗎 沒有嘛 所以你看 所以現在才會呈現這個數字 對不對 現在美一早電子報 還有之前那個 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 就先告訴你啊 接下來那個民調有沒有 柯文哲如果不選 柯文哲有可能不選 我今天如果侯友宜上來 就跟你談好說 我做總統 你做行政院長 對不對 剩下說侯友宜跟賴清德PK 如果柯文哲不選的話 侯友宜是51.4% 贏過賴清德35.7% 這差距也太大了吧 即使柯文哲下去選的話 他也贏賴清德5點多% 柯文哲下去選也贏賴清德5點多% 不是啦 侯友宜還是贏賴清德5點多% 對不對 柯文哲才10幾%20幾% 12.7% 那沒有差啦 因為現在就是什麼 菲利的大團結 所以投給柯文哲的 大概也都是討厭民進黨的 所以你看 所以才會有出現那個結果 就是你柯文哲不選的話 侯友宜贏了 因為把柯文哲的票也全部都灌給侯友宜 所以你現在表示說賴清德是拿不到中間選民的票 那為什麼 就是你今天民進黨有沒有辦法改變一個新貌 就是說我今天在改革上 我檢討上 能不能讓老百姓立即感受溫暖嗎 立即感受 接下來蔡英文明天要公布說那個兵役延長一年 那你兵役延長一年之後的配套措施對不對 我的訓練 我的後勤 我的補給 對不對 你今天把子弟送上去那個什麼 去當服兵役 那我如果沒有得到好的照顧的話 你只有提高那個什麼 每個月薪水變一萬五 人家說真的 有差一萬五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你接下來很多事情 你要去進行檢討 那我再最後講一下 郭董 郭董人家現在就開始在希望說 他最近大眾做批評執政黨是不是 而且他又告訴高昂安總統 兴力除幣展新棒 是不是他想要選總統 我是覺得郭董 目前聽到的是他還沒有起心動念 對不對 雖然他說可能性從0% 現在升到3%5%對不對 可是還是很低 那問題是他為什麼最近要這樣 其實他就是希望說 在國民黨提名的人選的過程之中 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而且希望說把自己主義 心中主義的人選一起推上總統大會 當一個king maker對不對 而且他現在 郭董有可能會出來選的最大可能性 就是重蹈2019的覆轍 黨內開始亂搞 對不對 就開始怎麼弄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那個遊戲規則 那個時候郭董就有可能 令阻自己的人馬出來參選 因為為什麼 因為像侯友宇那種最有可能的 已經被排除在外了 對不對 如果都選一些阿里沙布魯會出來 你說這樣不可以選2020 又選韓國瑜出來 所以我說實在話 郭董有可能參選的就是國民黨自己亂搞 他才有可能出來參選 OK OK OK